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大家再次回到NULM频道 今集继续和大家分享林锦棠的戏剧人生 上一集我们说到1980年代 林锦棠曾经参加过众生星剧团 在团中担任小生的行当 其后林锦棠在1990年 更加拜了林家星为师 在青年时代的林锦棠 也都参演过很多部电影的演出 比如《瓊花仙子》 《非男非女》 和《青春众》等等 《瓊花仙子》是他和欧阳佩山主演的 主要是说《华光》和《瓊山仙子》的故事 接着到1993年5月 林锦棠和梅雪斯拍档 合组了《庆凤鸣》剧团 他担任文武生 一共演出超过六十套 六十场表演 在这六十场里 除了演出师傅的戏簿 例如《雷鸣金古战家星》 《朱便回朝》 和《无情宝有情天》之外 也演出了很多文抢戏 这些文抢戏大部分 都是《饮者》和《仙者》的名剧 包括《帝女花》、《紫差记》、《卯丹亭惊蒙》、《再细红梅记》等等 在1999年和2002年 林锦棠分别和梅雪斯和陈好球 就参加了《香港艺术节》的演出 1999年 他主要是演出了一些古老的排场戏 譬如说《打洞结拜》 这套戏里面 他全段都是用中洲画来演出的 一些古老的康口 加上一些很少见的古老的排场 令到很多观众都耳目一身 在2002年 他就和陈好球 他就演出了一晚的三夕恩仇也载首 这个也是掀起了一晚的高潮 《打洞结拜》 还在《达连2002年》 《庆凤鸣》就宣布 他演完《新春台旗》和《南亚岛》的《神功戏》之后 暂时会休息一会 暂时休演了 当时也给了一众乐迷一个若有所失的感觉 因为大家都期待林先生休息过后 希望他能够很快又可以再登台 以一个新的面目来和大家见面 林锦棠除了演乐剧之外 他也举办过一次曲艺欣赏晚会 也获得很多好评 之后他再接再来 在文化中心的音乐厅 举行第二次的林锦棠曲艺欣赏会 在第二次的欣赏会里面 嘉宾除了之前第一次合作的花旦尹飞燕之外 还邀请到陈玲玉丽林之常来参加演出 而唐哥自己本身读唱了两首曲 分别是李后主的《生死猶有》和《再进审愿》 另外也和燕姐合唱了一曲《李后主的诗会》和《李后主之志愤》 另外又和陈玲玉合唱了《知音情永在》 在这次粤剧欣赏会之中 唐哥更加担任了这次节目的监制 事事所有东西都是亲力亲为的 就是他自己 林锦棠在感天花剧团演出宣传接受访问的时候 他曾经有这样的一段说话 那林锦棠就说演出了几十年的戏 现阶段都是享受演出了 今天台的感天花剧团 这个剧目有李后主《三夕恩情亿载手》 《碧波仙子》《乐水神仙》《在世雄梅记》 《燕归人未归》《诛便回朝》 《在世雄梅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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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燕归人未归》 都是当时一些热满的戏码 因为当时这些戏码都是很热满的 所以演出的剧团也不少 所以对他们来说也有一定的压力 因为有比较 唐哥表示 这几天在新江开罗的戏码 他也是非常喜欢的 他和燕姐演出了几十年 做了几十年的拍档 现在这个阶段已经是享受演出的阶段 也应该将以前未尽情发挥的戏 现在都应该全心全意地在舞台重新演绎 定了这些戏码就是要享受演出的过程 所以就不会因为某一种原因来改变戏码 唐哥从来都没有做过《碧波仙子》 这个《碧波仙子》原本是一套上海粤剧的戏 它在电影里面设计了很多《碧波仙子》的新段 因为这套本来就不是《碧波仙子》 唐哥也补充 这个剧中加插了几个儿童的热剧演员 来担任虾兵鞋像 演出的效果相当不错 而在碧波先子里 也练就了一些新的招数 希望这些新的招数也可以令到观众能够看到耳目一身 可以带给观众一些新的感受 好 今天和大家分享林锦棠的戏剧人生 分享到这里又暂时停一停 喜欢这条片的朋友请大家留言点赞分享 也希望大家多多订阅我们的阿N与阿Lang频道 下条片再见 拜拜